为什么简介广告中,出现济南时就是山东到济南,出现青岛时就是中国到青岛,都让你们说跑偏了,中国青岛一词来源于07年,青岛作为奥运会翻船比赛场地,世界性的比赛中国在宣传的时候就以中国青岛为名,你说山东青岛其他国家,谁知道是哪里,自那以后青岛迈入国际城市行列经常举行国际性会议, 或者赛事都要用中国青岛这个词,然后青岛本地中小企业居行一些活动会议时,为了体现自己高大上也就用中国青岛一词,小编说的其实挺对的,济南作为省会城市没有太多实体大经济,青工业文职比较多,而青岛沿海城市,并且现在是一代一路起点,中国面向国际主要发展的城市,肯定要提高自己的低格, 就像深圳在广东一样。